陳總統丹水扁 今天早上 鄉鄉岸 台北 三到台中加到北立便宜 也讓丹地中在頭剛 也已經到台中了 如果配平法務部 沒有準確 台北嚴重的 專業判斷 而且他又說 家俗 事先完全都不知道 來聽丹地中最新的說法 他提出的醫阻跟建議 認為陳前總統應該要 居家來療養 定期反診 所以今天送到裴德併肩 這個是完全違反榮總的 專業的這個醫阻 陳總統目前是介護外衣的 一個情況 在榮總 榮總都沒有辦法來醫治 而建議要居家 那怎麼會有道理說 又回到併肩